大家好 前边两节课呢 咱们已经对Controller的这个核心的功能已经做了一个介绍了 那么是它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控制虚拟用户和控制这个性能测试场景 那么这节课介绍的呢 是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杂一点的一个功能的汇总 这些功能呢 它的这个使用场合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显得呢没有那么重要 甚至有可能你做性能测试的过程当中都不太会去用到这些东西 但是呢出于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完整和这个功能的一个完整性 我们呢还是对他们做一个汇总性的一个介绍 大家呢理解就可以了 需要用到的时候呢再去深入去这个应用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的一个具体的要求 首先的话呢咱们来看一看 里边一个啊 名字听起来比较牛的这么一个功能 IP欺骗 大家可能会想到啊 咱们web测试里边提到的安全性测试 没错 安全性测试里边呢 我们可以使用cookie欺骗的方式 对吧 模拟一个别人的setting id去欺骗服务器 服务器呢就把它当 把这个我当成了别人了 我呢就可以获取到跟别人一样的一个操作的权限 cookie欺骗也好 IP欺骗也好 大家能够联想到的肯定都是跟安全性相关 或者说呢跟系统攻击有关的 那事实上呢的确也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需要IP欺骗 说白了也是假冒一些IP地址来欺骗服务器的一些验证策略 那么IP欺骗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服务器对客户端的IP地址有验证要求的 比方说啊 要求IP地址不同 你在不同的IP地址上面你才可以去操作 你在相同的IP地址你可能只能操作一次操作第二次 服务器就不允许你操作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平常都用过 就是我们去给别人给我们的朋友 在某一个网站上发起一个投票 我们可能经常做这种事情 那么他呢就会去检验你的IP地址 检验反正检验你的 要么是IP地址 要么是你的机器 这个唯一的编号等等 反正有一个包括mark地址都可以啊 他会去检查 这个IP地址 如果今天已经投过一次票了 那么他就不允许你再投第二次票了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会接触过类似这种场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服务器他就会要求IP地址必须要不一样 一样的话 他就不允许你做这个操作了 类似的场景应该说啊 还有很多 我们以后自己的系统里边 如果有类似的一些要求的时候 咱们可以考虑使用IP检验 来做这样一个新的测试 但是这个IP检验其实呢 它不是万能的 它有很多局限 所以基本上呢 使用价值不是特别大 第一个 仅仅适用于局域网 不适用于互联网 什么原因啊 对于一个互联网网络来说 我们的IP地址其实是由电信运营商来分配给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企业 咱们的这个出口的IP地址 也就是我们的网关 其实可能就只有一个IP地址 或者最多两个三个 它不会太多 而且这个IP地址一定是由电信运营商来指定给我们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修改这个IP地址的 对吗 OK 所以的话呢 那你想我们怎么来模拟一个IP地址 我们如果是模拟出来一个不存在的IP地址 电信运营商那边验证 根本就没有这个IP地址的话 这个IP地址它也没有办法跟别的这个服务器进行三十握手的过程 所以呢 这个连接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所以啊 这种IP欺骗它仅适用于局域网 局域网的话 因为我们的这个路由器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是我们可以自己来修改 想修改成什么都可以 因为在局域网内部 比方说192.168.0.1到0.255 这都可以指定 我们想指定的一个IP地址都可以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只有这种局域网的IP地址 我们可以呢 来模拟一下 来欺骗一下 所以它的这个试用范围是比较低的 那么 如果说我们的服务器真的有这种IP限制的策略的话 那么要去做性能测试怎么办 最好的方式不是使用IP欺骗 而是让服务器呢 去掉这个验证 就像一些验证码一样 如果有验证码 我们的性能测试也没有办法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读取到 验证码里边的这个文本 怎么办呢 只能说让这个服务器要么呢 取消验证码 要么就是给一个WAN用的验证码 输入这个验证码 一定都是通过的 这种IP要求也是一样的 要么就让服务器取消它 但是取消了呢 相当于少了一个这个验证的过程 这个服务器相对来说 它的负载降低了一点 所以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设定一个 万能的IP地址 只要是这个IP地址 那么服务器验证都可以通过 就是相对来说 我们一定想办法去绕开这个验证的过程 这样我们的性能测试呢 才能够比较流畅 否则你能你能模拟多少IP地址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如果是你是这个192.168.0.1到255的这种网段 你最多就只能模拟255个IP地址 顶天就这么多 你没办法再模拟多的了 因为所有其他的IP地址 在对于这个 局域网来说 这些IP地址都是无效的 因为它的网 这个 前面对网段就是这一个 那么后边只能跟255个IP地址 所以啊 它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要么就是呢 我们使用啊 比方说172.168.1 这边呢 我们从这个网段开始 它的网段是172.168 后边就两个250 组合啊 组合本身是256个 但是啊 没有说以IP地址1.0来开始的 那么而且.255呢 其实它也不是IP地址 而是在一个这个广播地址 所以其实最多只能模拟的 用的是254个啊 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组合就是256 乘以256 也就6万多个IP地址 也就6万多个嘛 但6万多个呢 当然也是可以用的了 如果真正能模拟出来 这么多的话 也没有问题 用这个更高一级的网段啊 这样就可以模拟出来 更多的IP地址 但是呢 一旦我们这个性能测试 他比方说你我们模拟了1万个用户 每个用户运行了100次 那这就是100万了 6万多个IP地址 他还是不够用的 所以啊 这种局限 要求我们呢 一定要啊 适可而止 尽量不要 非得要去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啊 有可能会 就像我们的这个 唯一性参数一样 我们要给他足够多的参数的数量 才能够达到性能测试的目的 啊 这就很很难了 真正实施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很多难题的 最好的方式 从服务器那边做一个 万用的IP地址 或者呢 取消这种验证 OK啊 当然这是应用场景 我给大家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讲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那么 我们先抛开Lowrunner本身 IP欺骗的功能来说 我们如果说 不用这个IP欺骗的功能 我们能不能有办法呢 模拟出来IP地址 其实是可以的 Lowrunner本身的IP欺骗 利用的也是这样一个原理 利用的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一张网卡 可以绑定 多个IP地址 OK 这个大家可能没 平常不太会去关注这一点 一张网卡 一张物理网卡 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它指定 多个IP地址 那么用任意一个IP地址 都可以访问到 我们现在就在 Windows的操作系统里边 然后这个网卡的配置里边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过程 咱们的话呢 直接进到 这个控制面板 网络和 共享中心 更改这个适配器的设置 那么这边我们呢 有个本地网络 这就是我们的物理网卡 当然我现在没有连 因为使用的是无线 没关系 这个操作过程是同样可以演示的 属性 咱们这边选择IPv4 属性 如果说要给它绑定多个IP地址 这边我们还需要去 指定 手工的指定IP地址 比方说我们可以先指定一个 192.168.0.0.10 好 这样呢相当于手工的给它指定了一个IP地址 这边呢 还有进入到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指定更多的呢 进入到这个Advanced高级里边 IP4.0.10 我们还可以继续给它增加 11 继续增加 12 OK啊 这个过程就这样 我就不再继续手工增加了 我们可以增加 根据这个网端的不一样啊 我们可以增加很多很多 那么比方说 如果是172.168 那这边呢 指望研发射程255.25.0.0 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增加6万多个IP地址 当然也可以增加 也可以编辑 也可以删除 绑定多少个啊 根据我们的网段来定的 跟网卡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绑定很多 那么绑定很多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 用这块网卡绑定的某一个IP地址来进行 这个请求的发送 进行联系的建立了 三次握手的过程都是可以通过的 因为都在局域网 这些IP地址都是存在的 相互之间是可以通信的 OK 原理其实就这样 那么LowRunner给我们提供 IP欺骗的这样一个目的呢 其实就是 让我们不至于要通过这样 一个一个手工的去增加 刚才好像没有保存 加两个 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确认一下 OK 两个地址没有问题 保存成功 那么这样他就可以随机的去 取一些IP地址来用了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个过程原理就这样啊 一块网卡可以绑定多个IP地址 但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麻烦 太繁琐了 那其实上这种繁琐的话呢 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 绑定快速绑定 写一个到此P处理 然后呢 让它循环的去 为某一块网卡添加啊 自动添加 多个IP 这个呢 就是写一个到此的P处理循环 比如说你要添加200个 你循环200次 然后呢 为这块网卡 根据网卡的名称 我们可以呢 给它添加IP地址啊 那么这个呢 我不给大家做太过多的演示了 提醒一下大家 使用NetSH这个Windows的命令 就可以去做到这一点啊 具体的用法 大家可以查看这一个命令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使用LR的IP向导 来自动添加 多个IP 它们使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无非就是一个是用命令 一个是有个界面 让我们点数比较操作而已了 本质上都没有区别 所以我们呢 直接去看一看LR怎么操作的就行了 这个命令的话 大家建议大家啊 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这对于我们 很多这个测试的工作 包括一些自动化的操作啊 是很有价值的 就是我们其实做测试 包括我们做自动化测试 除了说去用一些工具以外 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些 这个操作系统的命令 或者一些批处理 Windows上的 Ninux上都可能会用到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通过这个练习呢 去了解一下 这个倒是批处理 到底是怎么来完成这个多个IP地址添加的啊 我们呢 就把它当成一个课堂的一个小作业啊 请大家呢 下去完成 好 我们来看一看使用Lowrunner怎么IP向导 在Lowrunner的菜单底下 有一个tools工具里面 有个IPOSR的IP向导啊 直接点进去 好 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的物理网卡IP地址设施的是DHCP动态分配 它这边会提醒我们一定要改成静态的 由于我们刚才已经把IP地址指定成静态的192.168.0.10了 所以呢 它便没有提醒啊 了解一下 那这边我们选择创建一个新的 IP地址的一个 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啊 就是我们直接输入一个网关就可以了啊 这边我们之前添加的两个其实他就把它读出来了对不对 好还可以继续添加 这边呢我们怎么能够快全速的快速的添加 指定一个范围 比方说我们从20添加多少个呢 添加10个 那这样呢就添加了从20到21 22一直到29 一共添加了10个 确定 它就运行了一个P处理 帮我们呢绑定了这个网卡的10个IP地址 这个对话框呢我们可以选择C类B类A类啊 对应的呢就是256个256的平方250的立方这么多各IP地址 这边呢有一个单选框 是验证这个IP地址是否是已经存在的 存在的话呢 它就不加进去了啊 这个呢默认勾示上就行了 这样呢 这个IP地址就绑定了 完成 确定 好大家看这边运行的就NetSH这个命令啊 其实大家注意看到了 刚才那个画面大家可以暂停下来看 对吧运行了一条NetSH的一个命令 就在调用DOS的这个命令去添加IP地址 其实就是一个啊一条一条命令运行的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那么现在我们打继续打开我们的网卡 它刚才一绑定了 我们在这边看到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块网卡上的IP地址了 它们都是一个相通的东西啊 这边全绑定的全在了 OK 从20到29 那么绑定了以后呢 怎么用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步操作 在Control里边我们呢运行脚本的时候在Centroble底下有个Enable IP Spoofer 默认是没有勾上的 我们把它勾上 勾上就可以了 勾上直接运行 它就会呢去读这块网卡 然后呢把里边IP地址挨个的拿出来去发请求给服务器 那么这个地方唯一再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如果是使用这个物理网卡去绑定IP地址 那么使用哪块网卡绑定IP就必须使用这块网卡做连接 怎么理解啊 我们如果把我们这块物理网卡绑定了多个IP 但是当你去做测试的时候 有可能你没有使用这块网卡 你使用的是你的无线网卡 使用你的是无线网络 那毫无疑问 它呢也不会去读这个IP 你用了一块网卡 你呢就用这块网卡去建立连接 如果我们用的是这个本地的无线网卡 那么就把网线插上 把无线关掉 确定用的是这个网卡 这样才可以 OK这个地方呢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么IP欺骗的话呢 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些啊 因为使用场合不见得特别多 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这 那另外呢 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杂项 比方说这个带宽的设定 带宽的模拟在这个脚本的Runtime Setting里边 或者我们VUG里边其实也可以设置 但是那种设置呢只是调试用 真正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进到每一个脚本的这个Runtime Setting 在这里边其实说完了 它在真正做性能师执行的时候才会有效 这边有个Speed Simulation啊 速度的一个模拟 我们呢默认选择使用最大的带宽 我们这边呢可以指定一些啊 预设好的一些带宽 那么如果我们的带宽 要模拟的带宽 这边都没有 那就直接选择一个自定义的带宽 那注意一下带宽的单位是BPS 这个这边的B不是Byte 是这个位啊 Bit 所以它跟我们电信的带宽的这个单位是一样的 每秒钟多少个位的传输速度 而我们通常所谓的下载速度呢 是每秒钟多少个字节 所以它们相差八倍啊 这边注意一下不要写错了 如果说我们电信告诉我们的贷款是10兆 那就10乘以1024 那就是102400 这么多这个K 那就再乘一个 至于这边单位是BPS 那就是10乘以1024啊 由于没有办法输入再乘以1024 得到的就是一个 10兆的一个贷款 这边是这么多K 这边呢是这么多兆 那么事实上它的贷款呢 是这个数字啊 乘起来 注意啊 这边我没有办法输入这个信号 打开一记事本吧 10兆 那么你就是10乘以1024 乘以1024得到的一个结果是多少 把它呢输在这个里面 1024000 000 我就简单模拟一个数字就行了 它的单位是Bit Per Second 每字节每位 每秒钟多少个位的自己 多少位的一个速度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下载的时候 或者这个Lowrunner监控到的指标呢 它其实是以每秒钟多少个字节来看的 所以这么多位的话呢 BPS的带宽 它最大的是除以8 这么多每秒钟自己啊 这个呢 特别注意一下 不要弄错啊 否则呢 模拟出来的完全是错乱的 这就是关于这个贷款的模拟啊 主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一点 那至于你要模拟多大的贷款 那完全取决于你 这个系统本身所在的这个硬件环境了 这个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规则 大家有这个意思 这其实也是模拟真实场景里边的 很重要的一点 带宽的模拟 事实上呢 要模拟真实场景 后边还有一点 浏览器的一个模拟 我们要去模拟浏览器 浏览器的user agent这一个字段 HGP请求的字段 保持默认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 需要去修改它 模拟浏览器的缓存 那浏览器我们讲 它下这个每一个用户 访问第一次再访问第二次的时候 有些静态资源 它会缓存起来的 我们也去模拟它这一种环境 然后呢 到底缓存哪样的一些内容 这边我们可以直接指定 要缓存哪些内容 这个呢 我们可以指定 比方说缓存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内容还可以增加 比方说我们缓存PNG 缓存 这个JPG 缓存这样一些图片资源 这都是我们可以指定的 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呢 其实相对于它并不会缓存任何东西 虽然打了勾的 但是呢 并没有指定告诉它 到底缓存什么内容 跟不缓存是类似的道理 那么我们这边也可以选择 都不缓存 每一次访问都是全新的 这样的毫无疑问 就是对服务器来说更加严格 每一次请求都会发给服务器 那么这两种到底要不要缓存 取决于我们这个系统的设计和考虑 比方说我给一个用户 到底是一个用户只访问一次 我看看他的 访问第一次他的一个时间 还是用户访问第一次 以后再访问第二次第三次 他的一个基本的响应时间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里边 静态资源到底多不多 如果静态资源很多的话呢 我们这个缓存和不缓存 应该说最响应时间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种啊 我不给大家做具体的实验和演示了 大家完全可以自己来做了 我相信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就呢试一下模拟缓存和不模拟缓存的情况 模拟缓存呢 一定要确保指定明确的一个缓存的类型 content type 这个content type一定是按照我们HCP请求里边 那个content type一样的这个文字啊 把它给输入进来 然后呢缓存和不缓存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实验 看看他们的响应时间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那最好的话呢 是找一个这种你这个系统静态资源比较多的 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更明显的差别 如果静态资源太少了影响本来都不大 那么这个差别呢也很难看得出来啊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去做实验 一定是找两个非常极端的东西来做比较 你不要有缓存 结果你缓存的这个静态资源可能只有那么一两k十来k 那个对系统的响应时间能有多少影响呢 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最起码你要想到说我这个有缓存的时候没缓存的时候 我这个系统呢静态资源里边最起码我把所有类型加上能够有个一两兆 这样这个差别才会大 才能够呢明确的感受到对系统的响应时间的影响 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的静态资源实在没有那么多 那么你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你用一个最小最小的贷款就让它慢慢下载 这样呢也能够方便比较这个结果啊 注意我们再给大家讲的是怎么样去做实验 验证这样的一些结论 好下载非ht没有资源 默认的勾上我们呢没有特别的必要 也不需要去改摸力一个全新的用户在每一次迭代 摸力一个全新的用户 那么同时呢清空缓存 那所以呢其实这两次其实他们 你勾上这个了 这个有没有也都没有什么必要 它每一次迭代都会清空缓存 相当于呢也就是不用缓存 OK保持它的一个默认就行了 没有特别的要求咱们也可以不用去改 但是得了解它到底在干嘛 就是主要讲解决缓存的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讲外部测试的时候也给大家专门花一时间去介绍过缓存是怎么一回事 OK所以原理大家理解了 现在就说看根据我们自己系统测试的需要要不要来用它 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run time setting里边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设置 跟我们性能测试的数据 它的影响呢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咱们呢要引起这个注意 有意识的去修改这些配置 达到我们的一个性能测试要求 好那么关于这个controller里边 这边有个sla这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我们不会再去花时间给大家做介绍了 不重要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用 所以大家不用去关注 这个跟咱们那个go warranty的这个场景 就是那个目标导向的场景设置是有点类似的 这边也是我们去设置一个这个标准 然后呢在性能测试执行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一个报告说 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比方说响应时间达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或者呢吞吐量达到是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在这边可以设 但是啊 我们不会花时间去介绍了 大家有兴趣呢自己看一看啊 实在没有时间这个完全可以顾虑啊 不影响 那么另外的话呢 controller里边run这边呢 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监控的东西 那这个呢我们就会专门把它放到指标监控里边的这个章节啊 专门来给大家做介绍 那么关于这个controller里边的一些杂项的功能啊 主要就这几点 咱们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大家呢就是在我课前讲的一些练习安排大家去做的 大家务必呢花点时间去练一练 把这个知识真正巩固了 对于老师来讲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 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都是全部告诉你啊 这一步怎么做 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安排一些作业 让大家呢亲身来体会 后边在你在完成这些作业的时候 有任何样的问题啊 你随时来问我就可以了 好这一刻咱们就先到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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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